西部堡壘兩位於斜坡上西部泡兵堡壘和西部指揮所之間 西部堡壘兩位於陡坡上通往巴達山山頂 所以與這座堡壘的其他堡壘相比 它很小但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面貌 至今還殘留著大小不一的紅色橙石 一塊比平坦的城牆還大的長方形石頭安裝在底部以支撐負載 它的設計目的是監視和保衛西部堡壘二周圍的區域 它的建造是為了它可以隱藏並攻擊西部堡壘二的牆後 水源華城修建了10座堡壘 西部堡壘二是太空可以進行攻擊和防禦的地方 這是保證水源華城安全的建築物 而且一定有很多士兵保護著水源華城 水源華城的獨特之處就是在平時也要做好戰時準備 水源和城的目的是為了安全保護華城行攻正祖暫時下榻的地方 但即使在它退休後正祖國王想保證安全華城行攻用於長期居住目的 寶壘在韓語中稱為Chi是一種向外突出的結構從寶壘牆上 指在攻擊接近的敵人從側面 Chi指的是深出一定距離的牆 華城城裡有十種奶酪保護城堡並攻擊接近城牆的敵人 Chi這個名字來自漢字智雞 因為智雞善於隱藏和偷窺 Chi本意是智雞 因為它隱藏得很好 善於偷看 這就是為什麼它遵循這個名字並被稱為Chi song 華城城共有十座堡壘 它們的形狀因地形而略有不同 這種形式的堡壘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城堡中找到 水源華城的堡壘外觀獨特美麗 自圖地標明 自圖地標明 自圖地標記